在蔡徐坤看2023迷World Tour巡回演唱会6月17日香港站开场前夕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选手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 为青年歌手原创音乐制作人蔡徐坤举办双蜡像揭幕仪式 备受期待的上海杜莎全新蔡徐坤蜡像也首次亮相 双蜡像在6月16到18日香港杜莎现实展出3日后 上海杜莎的全新蔡徐坤蜡像将启航返回上海 于7月1日在上海杜莎馆内正式展出 并开展mini加油站的线下互动和现实一个月的夏日音乐基于卡活动 此外作为首位上海杜莎夏日音乐馆馆长 蔡徐坤特别分享的夏日歌单也将在馆内的旋转式耳机里出现 从视觉与听觉上带来叠加的独家夏日音乐体验 活动当日蔡徐坤身着黑灰色凭杰西装到场节目 强大的时尚气场吸引飞临无数 出场便用业语向大家问好引起掌声振振 面对栩栩如生的两个自己蔡徐坤惊叹不也 感觉很奇妙有瞬间回到过去的感觉 但现在可能更瘦一点之前会多吃点东西 有点baby fan 这些造型让人回想起当时的舞台画面 很感谢杜莎的厚爱 后续会继续努力做出好的音乐回馈大家起征 香港杜莎的蔡徐坤蜡像 采用了她参加2019年编分之夜时的造型 黑色宫廷分礼服结合双台金色靠式 再搭配刘苏 净显优雅气质 另一尊上海杜莎的蔡徐坤蜡像 总是还原了2021蔡徐坤迷 新回演唱会北京站的舞台造型 蜡像身着黑色马甲 她配白色衬衫 简约随性兼具复古典雅之感 精致的面孔和流畅的身材线条 也恰到好处的展示出她舞台王者的魅力 手持话筒姿势也代表着一场 绝新的音乐试验即将上演 讲到音乐 她套路早前有前往哥本哈根创作新作品 问到兴起的风格 她则卖关子说会在适合的时候再公布 提起工作那么忙碌 如何平衡休息与工作 她说一下飞机就会赶去彩排 到半夜结束后就会去吃喝自己喜欢的美食 也会一同欣赏香港的美景 给予6月17日即将举办的香港演唱会 泰西坤在节目现场 透露会有一些新鲜的特别设计 期待大家到演唱会现场去发掘 上海杜莎夫人啦 蜡像馆总经理杨丽金 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市场和销售总监 一位侍女士也送上了双蜡像主题风格的港风Q版画作为领悟 在纪念这次节目的同时 也预祝蔡徐坤的全新型演圆满成功 从亲眼歌手到原唱音乐制作人 再到MV导演 演唱会导演 编剧和监制等 在这一小音乐梦想的道路上 蔡徐坤不断解锁新身份 但是对原创音乐的热情始终不变 正是这份对于音乐的坚定和态度 上海杜莎邀请蔡徐坤入驻国际名言堂 并授予她首位音乐馆馆长身份 展现出了对于新生代原创音乐人的认可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总经理杨丽金表示 蔡徐坤是一位出色的原创音乐人 同样也是一位有鲜明时尚风格的 自一世代时尚icon 她对音乐的创作态度与杜莎把握时尚脉搏 引领创新趋势的理念十分契合 蔡徐坤全新造型蜡像的入驻 正是上海洞杀夫人蜡像馆 与新生代原创音乐制作人的一次完美结合 也更让人期待她日后更多的精彩表现 蔡徐坤看2023迷World Tour巡回演唱会香港站 即将在本周六震撼开唱 盛大且梦幻的蓝色玫瑰灯海也将再次点亮 国民度极高的大宝金曲 极具张力的全新编舞 创意十足的即兴改编 闪爆眼球的至今舞台等都将尽数上点 6月17日邀你一同感受蔡徐坤全风位的音乐魅力 体验音乐与视觉的碰撞 开启潮库与先锋并存的夏日音乐狂观 比赛不是摇动弃是这样的 特别 takingολ aid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